球迷替克罗比亚喊冤,原本有机会夺冠,球迷,想太多法国获得俄罗斯世界杯冠军,但是赛后有很多球迷,替克罗比亚喊冤,比如裁判毁了比赛,格列兹曼假摔,法国前两个进球都该无效等等说辞,但是通过整届世界杯来看克罗比亚,并不冤枉,能获得世界杯亚军,已经算是奇迹了。 首先,要感谢在小组赛出现以后,被分到下半区,下半区相对来说对手实力相对较弱,成功避开了法国、巴西、比利时等强队,能走到决赛,跟赛程的安排也不无关系,西班牙早早的出局,就剩下英格兰这一个真正的强敌,然而英格兰还是原来的模样,欲强敌和比利时和克罗比亚,三场全输。 其次,法国在疲劳度上,并非比克罗比亚轻松,克罗比亚的困难是在决赛前的三场比赛去踢了加实赛,相当于比法国多踢一场比赛,体能方面处于劣势,但法国从第一场淘汰赛开始,先是踢有美系的阿根平,再碰有苏亚雷斯的乌拉圭,最后碰上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, 虽然没有加实赛,但是一场场强强对话过程中,体能的消耗一点不会比克罗比亚少。 法国强大在板凳深度足够后,而克罗比亚只有一套阵容。 另外,年轻也是法国的法宝,除了19岁的姆巴佩,登贝莱也只有20岁,伯格巴25岁,坎特26岁等等,这都是克罗比亚比不了的。 中场双合的拉基地,齐和莫德里齐都是30多岁的老将,其他几位拿得出手的球星,洛夫伦,曼珠基齐,佩利西齐等也都是30岁以上,不得不服老,在决赛中,克罗比亚人也是自己坑死自己,没有曼珠的乌龙球,加上佩利西齐手球,克罗比亚真有可能夺冠。 还记得之前乌姆弟弟的手球,赛后被骂成什么样吗?可见这样的犯错是多么的不应该。 另外,主教练明确知道,克罗比亚球员体力透支的情况下,能是坚持到4比2以后,还不用第三个换人名额,也许能力上替补球员,是比不过主力的这些人。 但是在这一波的时刻,替补球员的充足体能和尚为了证明自己,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骑兵,但是克罗比亚就这么放弃机会,所以克罗比亚想夺冠真的是想多了。 如果换到上半区,也许克罗比亚进入半决赛都困了,提洛队仗且需要加持,更何况面对强敌,克罗比亚能闯到决赛,依然值得让我们敬佩,他们已经创造了克罗比亚的历史。 法国夺冠实质名归,就像一些评论说的一样,法国淘汰赛一路走过来,除了保守之外,打法并不明显,就是能以硬实力踏平对手。 感谢观看